你却给了一个后续的版本 就是两个字 霸气 关注齐车 买车不车人 今天要来到福特4S店 我们来看 我是妈这款探险者 咱们呢 这是一款2020款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 新款车型 就它中期改款 也即将亮相了 有望呢 会在北京车展上看到它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下 它的老款车型 它呢 就是长得上去那种 印象中的美式肌肉 硬派范的样子 它呢 是一款中大型SUV 而且它是一款硬派越野 所以你看到 基盖上的线条 就非常具有那种肌肉范 基盖上面呢 有中间要去 两边凸起来这种线条 看着就很硬 然后其次呢 这种大嘴式的中网 还有横向的度隔视条 上面还有熏黑的 这种小波兰进行点缀 然后整体的下包围呢 也是采用这种银色的 用视条来拉伸 横向的一个视觉宽度 所以说我觉得 从前面看起来 就是两个字 霸气 这样大家看车身的侧面 作为台中大型SUV 车身尺寸 不必担心 车长呢 已经超过5米了 轴距呢 是3025毫米 在这个级别呢 看着就非常庞大 然后20寸的轮毂 采用这种多幅式的 不过我觉得配色 有一点单调 这么大一个轮圈放在这 也是能够提升 它的一种霸气感 其实呢 后视镜 采用这种熏黑的 整体车身线条呢 比较的简约平直 下方呢 有一条度隔线条 进行一个点缀 然后上方呢 还有一个行李架 能够进行行李的 一个拓展 接着往后呢 上方就有一个 小的侧窗 来方便第三排人员 的一个透光度 所以说呢 从侧面看起来 那种方正平直 硬朗刚健的感觉 坐进这辆福特探险酒的车内 首先我坐进来 坐姿非常的高 视野非常的好 这是一种 硬太越野标准的 这种坐姿感受 然后整体的内饰设计呢 就是非常的粗犷 非常的美饰范 没有那种 多余的设计在里面 首先可以看 中空台上面 都是就硬的皮质 然后加上上面 这种塑料的台面 上面呢 有一种纹路石板 进行点缀 然后呢 整个一个梯子型的 中空台下来 屏幕呢 是12.3英寸的 才是一种 束缚的一种大屏啊 然后就往这边啊 这边保留一排 物理按键 分别是应急双闪的按钮 以及音量大小的调节 空调的触控面板呢 我估计 还是融在这块大屏里面 所以说我觉得 在驾驶时啊 便利性可能会有所不足 然后机子往下 中央通道区域 宽度非常的宽 但是这个设计 我有点不理解 就这个储物盒呢 是向上开的 我觉得 有那么一点不方便 如果说那种侧推的 可能会更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是放两个背架的地方 旋游式的话呢 也是伏特的标配 我觉得座椅的宽度 有一点点窄 不像是中大S型 SUV的这种座椅宽度啊 不过座椅呢 是用硬皮质 上面还有一点打孔的设计 柔软度呢 偏硬 然后呢 方向盘 模特比较粗犷 但是我觉得 方向盘 面积有点小 不过粗状感还不错 多功能的方向盘 上面有很多的按键 仪表盘呢 是一个半液晶的 两边呢 是传统机械式 中间呢 一小块屏幕来显示信息 不过我觉得还是足够了 所以整体前面 内饰的感觉 是一个硬派越野车 硬派SUV 中大鞋SUV 该有的给你的 这种感觉粗犷 并且豪放 确实作为一辆 七座车型啊 第二排 很难受 坐着说实 然后呢 首先可以看 腿部空间 本身高级米85 腿部空间 一拳都塞不进去 头部空间倒很宽裕啊 因为这是一辆 中大型的SUV 不过呢 它的坐地儿 属实很窄很小 第二排是三个 独立的座椅 我感觉像我这种体型宽度啊 一个人都坐不上 一个座椅 不过好处呢 是它的座椅 是可以前后的调节 所以可以获得 一个更宽裕的腿部空间 然后靠背也可以调节 可以获得一个 更舒服的坐姿 这点还比较好 不过确实 三个人要是都坐下的话 确实有点不舒服 不过呢 后排中间地板呢 有微微的隆起 有后排的独立空调 下方呢 也有手机充电的电源 可以充电 上面还有一个储物盒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款7座的 中大型SUV 第二排 你没必要为了 硬摆三个座椅 而把压得这么难受 其实我觉得 还做成那种 四流比例放倒的座椅 会更好 动力方面呢 它带点2.3T Eco Boss的发动机 匹配的是10AT的变速箱 稳定性方面有所保证 毕竟开上它的人 很难得不去遨游 适合远方 但是呢 425牛米的扭矩呢 在勾勾勾卡海上 爬山的过程中呢 动力方面呢 也足够用 不过呢 缺点呢 也很明显 首先它不是存在式车身 所以越野能力呢 来三二一走 不过缺点呢 也很明显 首先它是存在式车身 所以越野能力呢 也会大打折扣 然后呢 其次呢 低配车型 居然给了一个后驱的版本 我觉得这么大个车型 应该全系配四驱吧 不过好在呢 除了最低配啊 其他都是四驱 成为一些充满的 沙石路啊 雪地路面 它都不在话下 当然是四驱的版本啊 所以推荐大家入手的话 宁愿选择四驱的最低配 也不要去选择 那个后驱的版本 看看什么车型 欢迎来各大平台留言区 告诉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